按住阿帕切教官老乃城引发的风波 但是现在又被爆出了 因为他曾经携带一顶价值200万的 机敏性攻击直升机头盔参加化妆舞会 把高科技的军器武器当成自己的玩具使用 而这位离谱的军官老乃城 有军事专家就算了 国家为了他栽培 那么成为总子教官 前前后后已经花了7万多元 现在都付诸流水 看到没 纳税人缴的企业买的高科技装备 被老乃城当作化妆舞会的道具 这几张照片又让社会震惊 恐怕还会伤害台美之间军事互信的基础 仔细算一下 一名直升机飞官每小时油耗大概15万元 老乃城飞行时数约3000小时 加上赴美特训18个月 实战训练每个炮弹打出去都得算钱 总计国家已经花了7亿元在他身上 我大概飞一种时间在军中 大概飞了2300多小时 我算得还好 我大概花了至少两三亿吧 这些飞行员说他是黄金打造的 这个娇贵的飞行员其实并不为过 黄金身价的飞官目无法计 伤害国军也自毁前程 所属单位六栋腰旅几乎年年出事 07年UH-1H撞击造成八死 隔年再失事一死一伤 去年阿帕记撞上名宅 今年再爆发李倩荣贵夫团游玩阿帕器事件 六栋腰旅真是问题重重 现在相关人等都已限制出境 但已有四人不在国内 整体事件不只老乃臣私德有问题 更是国军形象元气大伤 中纪的黄桂李卫廷台北报道